好 溫靈插播最新的消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傍晚宣布 新增一名境外移入的个案案874 是一个丹麦籍三十几岁的男性 那么加加起来今天一共是有三个 境外移入的个案 指揮中心也特别强调了 这一次这个新增个案 并非是出境之后才在国外确诊 也会在详家调查 他在公共场所的活动时 马上来听一下指揮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的最新说明 那案874是丹麦籍三十多岁的男性 去年十二月三十号来台洽工 那有登机前的三天内检验医经报告 那入境后到防疫旅馆居家检疫 迄今没有症状 那个案在一月十四号检疫期满 同日前往国内某公司洽工 那因为预定要出境 所以在一月二十号到医院自备裁检 那因为检出阳性确诊 咱们集中了 二十四号检疫期满 bero线